不同领域的上门服务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同时 也为服务提供者创造了新的就业选择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加入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早上8点多 北京市民程珊珊来到了客户家中 90后的程珊珊在一家宠物上门服务平台 兼职做半宠专员 她今天的任务是上门帮助出差的客户遛狗 并清理小狗的卫生 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热爱宠物 然后自己也养宠 平时出差啊出门啊有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就是看到他们有招募的信息 就迫不及待参加了 程珊珊告诉记者 服务时间一般是30分钟起步 主要内容包括给猫狗喂食 遛狗陪玩等 在北京等一线城市 一次服务的定价在75元至120元之间 节假日和周末是照顾宠物的高峰期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 像程珊珊这样愿意上门照顾宠物的年轻人 不在少数 其中大多数都是兼职 一些专门的宠物上门服务平台也在兴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